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卓伟 卓伟自称是中国第一狗仔 也是因为明星的绯闻和黑量 让狗仔这种职业变得有机可乘 而且更是很多人加入 如果根据之前卓伟的爆料 卓伟很多消息都是说了一半就没消息了 这种很有可能是被花钱买走了证据 看来卓伟他们的收入应该是不低 胡歌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了吧 作为娱乐圈中颜值又高又有实力的演员 胡歌一直都是有着众多的粉丝 而且胡歌出道多年 火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爆出什么黑量 可见胡歌的为人有多么的干净 像胡歌这么干净的演员 卓伟这类狗仔是最喜欢的 因为只要拍到了胡歌的黑量 他们就可以问胡歌收取一些风口费 不然就将胡歌的消息曝光 然而事实就是 一向正直的胡歌一直都没有被拍到黑料 因为他根本没有黑料可拍 早在之前 卓伟曾在网上曝光过胡歌和江书颖的恋情 当然这是没有的事情 当时胡歌就转发了卓伟的微博 并且配文说风大起 吹咒一池春水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吹咒一池春水 有表示多管闲事的意思 不得不说胡歌真的是情商狗 骂了卓伟都不带脏字的 在2015年的时候 胡歌和自己的公司曾寄给卓伟手机镜头一套 看似是送礼物 实际上胡歌和公司是在讽刺卓伟 意思大概就是送给你镜头让你拍我 可是我就是没有黑料让你拍 这个礼物真的是十分的讽刺了 不知道卓伟收到以后是怎么感觉 心里肯定是非常的生气吧 毕竟被嘲讽了一波 后来卓伟似乎是想要还击 在毛地就偷拍到了胡歌 看来卓伟为了报复也是喝出去了 不过这张照片并没有影响到胡歌 后来胡歌也是在自己的戏中加入了关于卓伟的对话 谁是卓伟 就是那个老拍明星不拉窗帘的 同样是不带脏字 感觉胡歌对卓伟的讽刺 简直就是暴击啊